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马蹄莲的一个养护 很多花儿呢非常喜欢这种 为什么叫马蹄莲呢 因为它开的这个花呢就像马蹄子一样才叫马蹄莲 大家了解它是天然性客的就行了 那么怎么样去养护呢 第一呢就是说一个光照的一个要求了 其实呢它是喜欢光照的 很多花儿说老花儿你吹牛逼 夏天的时候都就被晒死了 这不耐高温啊 你30度以上它就休眠了就睡着了 所以说你要了解这个事 不耐高温30度以上呢就会休眠 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咱们的浇水 大家一定要了解 它的根性呢是快径类的 很多花儿说不知道什么是快径类的 就是球鸣类的快径类的那种 马蹄莲那个就给咱们家里面吃过的那个萝卜 地瓜还有那个就是土豆那种东西一样 它下面有个这个东西啊 就是你一定要了解 那咱们在浇水的时候呢 尽量的保持一个干湿循环 干了以后呢就浇干透了 你也得浇透 很多花儿都快焊死了 老一你说不干不浇 我说干透了你也得浇透了 干的时候干死烙的时候烙死 在选盆选土的时候呢 价格尽量用一些个疏通透气的 如果说老师用一些粘糊糊的那种土呢 它不利于它的生长 就像咱们种土豆啊 种花生是吧 都是喜欢在沙土地里面 呦它也是一个道理啊 非常的容易盖着到这个点 那么呢 咱们再说一说它气温的一个是什么 刚才给大家点到了一个高温 但是在低温的时候呢 它也会休眠啊 这玩意儿 在低于15度的时候基本上在停止生长 10度以下呢就开始晃液 5度以下彻底休眠 所以说呢 大家在养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那么低于0度以下呢 它下面那个球就容易有冻伤的危险 有的话说不会保存这种球 你就像咱们 你不会保存球 你吃过苹果吗 你会吃过那个 萝卜吗 对吧 跟萝卜一样 你死 它冻吃起来长了 它也糠 糠了以后 它也不容易发芽子 你说对吧 所以说你也要了解这个事儿 怎么保存啊 其实就跟咱们吃过的蔬菜 同样的一个保存道理 好吗 你可以在这个土壤里面 在冬天的时候减少自己的一个浇水 好吧 放到太阳底下比较充足的地方 等到明年春天 它就可以开花了 一般它那个花期呢 咱们就以我们山东这种设计 比较分明的来说 它一般的生长季节呢 是在春天 万物复苏嘛 它生长就是很哇塞的 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它就显入了一个缓慢的生长 基本上属于一个半休眠的状态 到了秋天的时候呢 最后来一波 来一波生长 然后呢就开始撞大自己的球 如果说在秋天的时候 叶子落完了 全部黄完了之后呢 您如果搬到室内 它就可以实现在室内 冬天的一个开花 明年春天继续搬出去养 那有话说我偏步 那在冬天的时候 就适当的注意保温 它如果说在外面 动不死动不烂的话呢 它到明年春天 它自行的 也可以去散一些花出来 像这个花的话呢 在上海 在就是秦陵淮河附近那一块的话 就是稍微偏蓝一点 就那一块的话 是可以长绿的 就是不怎么休眠的 只要是常年不低于五度以下 它就不怎么休眠的 它可以长绿 亚热带地区 就是那种 它可以长绿 但是地灾的话也没问题 但是在北方的话 就考虑冬季的一个 一个冬 还有夏季的一个遮阳 其他的都很简单 用肥的话呢 它以开花的为主 我上一期做视频的时候 我就光撒着这个肥 因为我比较懒 平常说我想起来的时候呢 再浇一些花多多的时候 就完全足够了 非常简单 有的话说我养不好 您养不好 就往后往前捋捋 咱们说的那些点 夏季高温 是吧 害怕 高温害怕这个洞 害怕这个积水欧冰 别的没事了 就不说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的养花问题呢 可以视频讲留言 如果您想看什么 也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从网上淘来给您做 不过呢 这个近期我们也会 尝试性的去发一发试试 如果冻死了的话 不要给差评 我该赔给他赔给你好吧 也是做一个测试阶段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慎 拜拜